选举已经进入倒数阶段 选情也越来越白热化 候选人的一举一动 都可能会成为对手抨击的目标 下次在新竹县 国民党的候选人邱敬纯 请客家选民让自己人管自己人 结果被批评为挑起族群对立 而在今天的公办证件发表会上 这段谈话再度成为焦点话题 新竹县长候选人公办证件说明会上 所有候选人排排座第一次同台 但始终不见国民党候选人邱敬纯 原来邱敬纯一个人坐在台下 还坐在对手张碧琴支持者当中 证件还没发表提前嗅到浓浓的火药味 邱敬纯日前说要自己人管自己人的说法 成为其他候选人攻击的重点 尤其是闽南籍的张碧琴 如果要分这个族群 我觉得这是选举的操弄的手法 不应该在这个民主时代来发生 因为托党参选而被国民党开除的张碧琴 没有政党的奥远 安排满满的办票行程 希望能获得选民的支持 而民进党则将第一次的行动中常会 遗世到新竹 党主席蔡英文还出动小英号 陪同彭绍景车队扫街 显示对新竹选情的重视 另外前一晚国民党主席马英九 再度到新竹县陪邱敬纯扫街拜票 但却与彭绍景的队伍狭路相逢 引发遮体冲突 邱敬纯要蔡英文道歉彭绍景退选 你不可能服口的申请 你突然间跑到我们的兴奋来嘛 就无论你是要裸是端 造势端嘛 你已经制造非常恐怖的一个 选举的一个暴力党的行为 跟一般人一样都有一样 盗路的使用权 那没有所谓申请入权的问题 全前十天 邱敬纯抛出要彭绍景退选 引起张碧琴阵营担心 邱敬纯的策略是要营造蓝绿对决 已打破三强鼎力的局面 进入制造气保效应 边缘化张碧琴 复杂的两难一律选情时的新竹县 在选前两周 被两大党提升为超级战区 选情分外激烈 接着林姓许正俊 SNG小组新竹报道